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离奇死亡引发港人高度关注 香港政界对事件表态说有疑点 而民众连日来游行发声要求大陆有关部门展开独立调查 15号湖南省公安厅声称将安排有经验的刑侦专家调查李旺阳死因 并会尽快公布调查结果 分析人士指出香港政界和湖南当局为事件降温 是为胡锦涛7月1号顺利访问香港的缓兵之计 中共官员日前在北京透露 胡锦涛将于7月1日访港庆祝香港回归15周年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评论认为 显然香港当权派和湖南当局的做法 是为了降低香港民众对李旺阳被自杀的怒火 避免火头指向7月1号将访问香港的胡锦涛 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则认为 一切做法都是缓兵之计 李旺阳事件牵动香港人心 25000名港人10号举行大游行 高喊管李旺阳死因真相 媒体也连番轰炸 促请北京中央政府彻查事件 如今香港政界也被逼出了态度 现任特首曾殷权 后任特首梁振英及人大常委范徐立太 日前先后就事件表态 曾殷权形容事件有疑点 他已将中央反映港人的关注 中联办官员也说 已及时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 而湖南省公安厅发言人向香港媒体表示 除委托省外权威法医鉴定机构 对李旺阳验失 并召集有经验的刑侦专家 进一步调查此案 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 不过 邵阳市殷义馆工作人员说 李旺阳的遗体9号已被火化 应该有一个独立的机构去进行调查 得出结论才有所够的 如果是中共也参与调查 那么调查出来的结论民族依然是有权利进行怀疑的 如果一体已经被火化了 还怎么进行调查 香港明报指出 邵阳警方日前邀请广州中山大学法医 鉴定中心副主任罗宾 主持李旺阳的验失工作 但乌坎事件中 罗宾就是官方指派为村民薛锦波验失的法医 薛锦波的女儿薛建婉表示 他完全不可信 湖北武汉民主人士石玉林认为 公田法都是一家的 自己调查自己会有什么结果 我个人认为这个都没有什么用 因为只要是国内的这个都不够客观中理 因为他们都一家的嘛 公共党党都一家嘛 我认为其实国外的这个来检定的 还可靠一点 国际的行政专家来说 还比较客观一点 因关注李旺阳事件 石玉林目前被中共当局软禁 不准他离开宜昌市 其他的民主人士 像秦永敏夫妇已失踪多日 李旺阳的家人也失去了行踪 如果说他自杀一号 他杀一号 作为政府去把他家人扣起来 然后强行 他本身没同意的情况 要给那个世界火化 然后来去把那些明天要求 就要真相的人 让他们去去看尸体 而且还给他们抓起来 所以你这样做了 就等于说 实际上你这些 像全世界宣布了 你心都有鬼 就你想演个真相 时事评论家恒和认为 虽然李旺阳事件 香港抗议生大 国内反响也很大 世界也都在关注 但是真正促使中共表态 调查李旺阳死亡真相的 恐怕还是中共高层的 七一反港活动 马上就要到七一 历来都是要到香港去做一个秀 香港每年本来七一大游行 他们就想避开 但今年七一大游行 显然多了一个理由 除了六四以外 现在李旺阳事件 显然是能够让更多的香港人 站出来 恒和指出 按证据学原理 尸体火化 说明警方在销毁证据 销毁证据本身就是在犯罪 所以中共任何一个鉴定结果都不能让人信服 除非找出真正杀害李旺阳的凶手和幕后指挥 中国人都尴 сос 销毁证据本身就是在犯罪 在犯罪下必复 尤体火灵证据本身就是在犯罪下 尤体火灵证据本身就是在犯罪下来显然说 尤体火灵证据本身就是在犯罪下来 모습 谢谢大家